办水厂的事已经定下来了 修路也已经定下来了 可关键是这个路该怎么修 有人提议去县里请工程队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俺和九鼎之书建议呢 动员全体村民出工 这样可以减少水厂的成本 大家觉得有啥意见没 俺看这是个好主意 咱们河南人以前就有这个精神 临县的红旗渠不就人造出来的吗 人家临县人能造出人工天河 咱们南川人能修不出一条路 你说的是啥时候的老黄历 那时候上面一号罩 下面穿的挺 人心起太山仪嘛 现在的人谁挺你的 都各忙各的 没人给你上工 办水厂修路是为了大家伙 咱们当干部的 回去要做一做村民的工作 没用 俺连按老婆的工作都做不通 那这样吧 也不要求全体村民 一家就出一个劳力 按劳取筹 不过不能按照社会上的市场价 得按本村工程的劳力价 那行 咱就试试吧 在座的各位都得去 下班 好 村民们注意了 明天早上每家每户出一个劳力 去沿石山修路 村民们注意了 明天早上每家每户出一个劳力 去沿石山修路 来吧 快点啊 九点啊 还真是没什么人来 是啊 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修路啊 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你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搞对立 不好说 这样可不成 就这么些人 啥时候能把路修完啊 你带着他们先干着 俺回村看看啊 装 装 去沿石山修啊 哎 来 来 来 囡囡姐 咋不去修路呢 开点让人们去看戏了 看啥戏 楚王戏啊 不白看 看一天啊 给二十块钱呢 村里修路班场 是为大伙谋福利 你们目光怎么这么短钱呢 不钱 到手里啊 才是钱 哎 哎 你 哎 四哥 啊 拼管播了没 听见了 那咋不去修路呢 那呢 实话跟你说吧 俺不敢得罪开天 再说了 那演戏又不累 还要挣钱 俺还要去演戏去吧 四哥 四哥 把帽子都戴好了 没戴上帽子就戴好 来 我看那方的 准备了啊 准备了啊 快开天 大伙儿 你为啥要这么做 俺怎么做了 昨天夜里村里通知村民们去岩石山修路 你竟然花钱固然看戏演戏 你这不明白任何村里过不去吗 你还是不是储王庄人啊 你怎么说话呢 俺咋就不是储王庄的人了 你管理村里面 俺要管理俺的企业了 你凭啥指子俺了 别别别捣乱啊 马上演出了 这么多游客呢 俺告诉你 你必须停止你的行为 俺也告诉你 你没权管理俺 你 一公一私 俺们都没有关系 演出开始 大队行进 抓到 王庄长 情况俺都如实跟您反应了 如果五州公司再这样横行霸道 俺就带着村民们去县委告状 如果乡里不管 俺就连乡里一块儿告 俺不怕啥 大不了俺不当这个村主人了 反了 反了 都反了 俺没反 俺是正常渠道向您反映情况嘞 俺是说血传心 暖暖 你冷静点 先回去吧 俺马上处理这件事情 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怎么想的 人家王先生说得好好的 让我们别着急 别着急 等暖暖找他 办那个水长的时候 他自然会给他做工作 你怎么就整出这么一出呢 你也不跟我请示汇报一下 你给我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 俺就是 不想让他办成事 不想让他威风了 他威风了 俺心里就不舒服 就我因为他跟你离婚了 就不想让他高俺一头 他怎么就比你高了 他不就是个村官吗 俺就是跟你不一样 离婚这么长时间了吧 反正现在也想明白了 俺不能再骗自己 俺就是想的 你 你还爱他 是不是还爱他 我真看不出来你哪爱他 俺今天这么做 我就是因为爱他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逻辑 你在哪本书上看到这种理论了 爱情还有啥理论呢 就是征服的呗 你 你 你就为了征服的 反正俺 看见他威风了 俺心里就不舒服 俺不想让他违信 不想让他有权 俺就是想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总之不能比俺强 你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说你什么好啊 你 你就是个农民 干嘛 注意点 说去 是 你说的没错 俺就是个农民 咋了 俺还想竞选下一任的村主任呢 走走 走走走 回来 我告诉你 你心里有病 你把这本书拿回去 好好看 对你有帮助 你才精神有毛病呢 你才精神有毛病呢 你才精神有毛病呢